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马克龙就任法国总统后第三次到访中国 也是他第二任总统任期内首次访华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产人理事国和东西方文明代表 中法关系如何发展关乎全球战略稳定与安全 两国的最新互动也牵动世界目光 马克龙和冯德莱恩同期访华 中法中欧务实合作将如何进一步影响国际和地区经济发展 在变乱交织的当下中法中欧应如何凝聚共识 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进程 中兴社中国焦点面面邀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研究员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健进行解读 崔老师你好 你好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君 于4月5号至7号访问中国 有声音指出 此次两人同时开启了中国之行 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外交惯例是较为罕见的外交安排 对此您怎么看 的确这次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 我们知道相比以往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事前邀请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同行 这次这个一定程度上打破外交惯例的这样一个安排 我觉得反映出首先现在欧洲内部 他的政治生态的一些变化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我想马克龙总统他邀请冯德莱恩主席一道访华 应该说也有他的考虑 比如说他是希望通过这次访问 能够在中法中欧两对重要的双面关系之间 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的这样一个局面 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 这次冯德莱恩主席来 是他三年多前就任欧委会主席以来的首次访华 应该说对于他本人对于欧盟机构来说 也是意义非凡 在去年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访华之后 应该说作为欧盟另一个主要机构的负责人 冯德莱恩主席来访 可以进一步帮助欧洲方面 更全面的客观的去了解中国和了解中国关系 所以我想这样一种在外交上带来创新的变化 给中法中欧关系带来的一些新的机遇 我们看到从整个访问的情况来看 的确这次两位欧洲领导人来访 一定程度上是帮助了各方更好地了解了中国 而且更深刻地认识到发展中法中欧关系的真正的价值所在 马克龙访华期间 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会谈 共同规划和引领中法关系未来发展 并就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您如何看待中法合作及其国际影响 我们知道这个中法合作 应该说在无论是在中法双边的半畴内 还是在中欧关系之间 还是在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的范畴内 都有着非常重要的难以替代的作用 首先我们看从历史上来说 中法两国交往的历史悠久 而且我们知道法国是率先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 所以两国应该说这个关系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积淀 同时中法关系也有着其他的关系难以企及的战略高度 在这次马克龙总统来访期间 我们看到习主席再次强调 法国是有着独立自主传统的大国 我们知道作为欧洲的大国 法国的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会对欧盟的对华政策带来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在目前美国想要极力纳拢欧洲国家 搞所谓的对华阵营的背景下 我觉得法国继续建设它的独立自主外交传统 继续加强和中国的合作和交流 实际上对于帮助这个世界摆脱所谓的新能战的陷阱 避免陷入集团是对抗的这样一个状态 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的 同时我们也知道中法双边的合作 它是建立在双方经贸合作 以及人文交流等等各个领域合作基础的上的 在过去这么多年 中法的双边贸易投资 一直处于一个稳定上升的状态 2022年中法双边贸易 历史增长的势头表明中法之间的经贸合作 是符合双方的利益 而且会造福双方的民众 中法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理事国 和两个世界大国 不仅有责任发展好双边关系 而且也有责任让这对健康的双边关系 能够更好的造福于地区 造福于国际社会 那崔老师您刚才提到了中法之间的合作 在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今年年内举行中法战略 经济财经 人文交流 三大高级别对话机制的新一次会议 您如何看待双方全面重启对话机制 此外 中法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合作协议 涉及多领域 双方为何责任于这些领域的合作 中法的务实合作 又将如何影响地区经济的发展呢 这次马克龙总统来访期间 通过和中国领导人的深入交流 通过双方各级对话的成果 我觉得至少达到了三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稳定 我们知道经过近几年的形势变化 中法关系是需要在政治共识 在互信基础上进一步稳定下来 第二个目标就是重启 我们知道由于疫情的原因 在过去三年 中法之间的各项的对话交流机制 都是转为线上举行 以这次两国领导人会晤为契机 为起点 接下来中法之间的三个主要领域的对话 会全面重启 推进我觉得是这次马克龙总统访华 中法双方达成的第三个共识 马克龙总统的随行的代表团里 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商贸和文化代表团 实际上这也表明了 法国方面非常看重和中方 在经贸人文领域的交流和合作 还有我们看到这次两国领导人 除了达成一系列政治共识以外 还就推进双方的经贸合作 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我们知道这些合作领域 一方面是立足于双方之前经贸合作的基础 同时也是着远于双方各自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 之前法国和欧方提出了它自身的碳中和目标 而且提出了要加快绿色转型的这样一个方向 而我们中方在应对气候变化 在实现绿色发展方面 也是始终走在世界前列的 所以双方无论是在政策立场 还是在产业发展方向 都有非常强烈的共识 所以正在这个基础上 我想类似于像绿色能源 甚至包括今后的数字经济等等方面 双方都会有越来越大的合作空间 好的 谢谢崔老师的回答 我们注意到 人文交流也是中法交流的一大亮点 习近平主席指出 中方愿同法方以明年中法建交60周年 即中法文化旅游年 巴黎奥运会为契机 加强相关领域的合作 那中法在人文领域的合作交流 有何积极的意涵呢 在2014年 习主席首次访问欧盟总部的时候 当时就提出来 说中欧之间作为两大市场 两大力量 两大文明 应该建设好和平 增长 改革和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其实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指引下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 无论是中法 中欧双方都非常重视 在人文和社会领域的相互的交流和合作 而且追求一种文明之间的相互借鉴 不仅在马克龙总统的代表团里 有文化机构的代表 而且两国领导人和双方政府也商定 接下来要在 一个是要尽快重启人文对话机制 同时还要落实到一些具体的项目上 这次马克龙总统访华期间 在北京出席了法国的文化活动的开幕式 2024年法国要举办奥运会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中法双方是有很好的合作基础 人文和社会交流 它的目的是要把两国政府 良好的合作氛围 给它进一步落实到民间 我们看到近些年 随着中法交往的日益密切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 到欧洲到法国去旅游 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 法国的商品 包括法国的文化产品 出现在中国市场 我觉得这样一种 人文和社会领域的交流 其实就能够帮助两国的民众 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文化 更好地了解对方的社会的情况 这次访问是马克龙就任法国总统以来 第三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此前两次访华 马克龙分别访问了西安和上海 这次他赴广州参观访问 在您看来 这样的行程有何意义和亮点呢 我觉得实际上之前马克龙总统来访的时候 也都是对到中国其他地方 去走走看看 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这一次之所以最终选择广东 我觉得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个就是 我们知道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 桥头堡 应该说在中国的经济发展 尤其是对外贸易方面 有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很多的法国企业 实际上在最早 崩落中国市场的时候 就是把广州 作为第一个目的地 我想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广东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比较早的地区 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一些中西或者说中法交往的一些历史的遗迹 法方认为参访广东可以更好地去体验中法关系的历史内涵 同时能够更好地体现出中法双边合作 它有一个强大的文化和民意之身的基础 今年正值中国和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 近期欧洲领导人纷纷访华 冯德莱恩是继去年年底欧洲理系会主席米歇后 又一位访问中国的欧盟机构领导人 近期中欧之间频繁互动 示范出何种信息 未来中欧应如何妥处分歧 为中欧关系注入新动力 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呢 的确我们看到刚刚进入2023年春天 可以说中欧关系就迎来了一个高潮 既之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华以后 现在马克龙总统和冯德莱恩主席 又在中国访问 而且接下来还有多位的欧洲领导人到访中国 我觉得这样一个中欧之间交往热络的动向后面 实际上是体现出几点 我们非常值得注意的观察 第一个就是在经过三年的疫情 和目前的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之后 现在欧洲方面对于加强和中国合作的需求 在直线上升 尤其是在经济方面 现在欧洲正在面临通货膨胀 以及能源危机的冲击 所以要找到能够有稳定的增长预期 我们知道现在放眼世界 可能只有中国是首选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觉得欧洲国家现在对于加强和中方的经贸合作 是有着空前的积极性的 所以现在是欧方体现出时不我待的这样一种积极性 是希望把过去一段时间和中方措施的一些合作机遇再争取回来 再一个我想现在对于欧洲来说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外的挑战 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带来的一些地缘政治冲突的因素 正在不断地影响欧洲的社会和政治稳定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欧洲方面是希望借重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而且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影响力 能够帮助欧洲找到一些解决危机的出路 这样来帮助欧洲尽快地实现稳定 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在稳定的基础上 欧洲才有可能获得它继续发展的条件 欧盟今年出台系列的贸易政策工具 保护主义上升 中欧关系受到影响 我们注意到 近平主席在中法欧三方会晤中指出 中欧要保持双向开放 为对方企业提供公平 非实施性的营商环境 避免将经贸的问题政治化安全化 未来双方的经贸合作应如何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呢 的确这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兰来访 我想他和中方令人交换意见的一个重点方向 就是中欧之间的经贸合作 如何克服目前的困难和障碍 要继续向前推进 正如您刚才所说的 近两年来 欧洲方面为了体现他的所谓的主权 我们看到在一些领域 密集出台了一些法规和法律 来加强他的市场保护 一定程度上 现在欧盟内部的保护主义 是有上升的势头 所以我想这次冯德兰主席来访期间 通过他和中国领导的交流 通过他和中国各个层级的对话 他会更真实 更客观的了解 中国方面的政策和投资和经商环境 所以我想接下来 这有助于欧盟方面 进一步增强对中国市场开放 开展更多合作的信心 所以我想只要这个高层之间 保持密切的沟通互动 然后双方各部门之间 不断地去优化政策环境 这样的话就可以进一步激发 双方在经贸里面合作的积极性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中欧的企业 有更多的热情投入到 推进未来的合流中去 乌克兰危机是此法的终点议题 中欧中法应如何进一步凝聚共识 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进程呢 马克龙总统和冯罗兰主席来访 他们的一个关注点就是 能不能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问题上 和中方能够进行协调 而且最好能够找到共识 我们看到通过领导人之间的交流 应该说这次在中欧 就解决乌克兰问题 进去共识方面 我觉得是取得了积极进展 我们知道中方之前提出的 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立场 这次我觉得 马克龙总统和冯罗兰主席来访期间 应该说他们可以发现 中方的12点立场里面 其实有很多都是非常切合 法方和欧方的需求的 比如说核战争打不都打不赢 又比如说要加大人造主义援助 避免人造主义灾难等等 这些我想都会直接引发 欧洲民众的这样一种正面的反响 这样一些提议 这次中欧中法之间 有关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 互动和交流 看作是推进乌克兰危机 朝着和平解决方向迈进的重要一步 所以我也相信 随着中欧法中欧各方 在解决乌克兰危机上的共识 越来越多 那今后呢 双方是有足够的能力 把共识转化为共同的行动 外界注意到 近期中国外交按下了加速键 迎来了一波外交热潮 全国两会后 新平主席初访俄罗斯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西班牙 法国等多国政要 纷纷到访中国 您如何看待本轮的中国外交热潮 当前中国外交呈现的一些特点呢 进入后疫情时期以后 国际社会对于和中方的合作需求 非但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反而是有一个集中的爆发 这些国家呢 希望加强和中国的合作 一方面呢 是希望借助于中国稳定向好的经济增长 给他们自身的经济发展呢 带来更多的机遇 同时呢 也是希望借重于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全方位的外交呢 来帮助他们解决和应对一些地区和国际性的问题 近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和国际社会出现了这样一种 非常热烈的这种相互交往的这样一个状况 随着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的推进 随着中国进一步明确 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方向 接下来呢 我想中国外交迎来的这个春天呢 会成为一个常态 中国外交呢 在未来呢 会四季如春 好的 非常感谢崔老师的专业解读 各位观众 本期的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有时间了 有时间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